其实高凌峰也不满金友庄沉迷脸书 外界拿他跟网友的暧昧互动做文章 金友庄在昨天关掉脸书了 那么金友庄他很不满高凌峰在节目上说他迷脸书不顾家 当时何篤霖就建议高凌峰找人来测试一下老婆 之后脸书上就出现了许多暧昧的留言 他怀疑这些人的动机不单纯 不满被误解 明知道是个陷阱 因为赌气就顺着留言玩下去 还写着说我没有这么笨 如果真的有什么 怎么可能会公然写给大家看呢